大家好,又是我Jason 继续是厨房系列的介绍 我刚才拍了一段影片是讲关于咖啡机 现在会再很短,应该很短 几分钟后应该介绍完那部水机 让大家看看水机是怎样 大家眼前这部就是菲利普的泪水机 泪水喝水机 差不多的一样东西 它不是很大,大概是和这部咖啡机差不多的高度 它大概是一只手的高度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它特别之处是和一般普通的泪水机分别不大 它后面是一个水箱 后面是一个柱水箱 如果我拉出一点点 然后开了盖子 它的水箱就在这个位置 我刚才已经进入了些水 进入了些水 它可以放到4L水 它可以放到4L水 放进去,盖子 这个是它的说明书 如何使用 铺电,用水箱放水 然后再放进去 它现在正在制水 你听到有声音 对了,有声音 这个是一个测试 它在制水 然后再看它的显示灯 它有几款功能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有四款 它有开水 开水,你看到它是99度 就是最热的那种是热滚水 第二就是 它写是泡茶 泡茶 即是用来冲茶用的 它就设置是85度 另外还有泡奶 比如你,您猜要冲奶的話 冲奶应该不是用很热的水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小朋友 它设置是45度 另外它是一个常温 即是平时一个室温的水 类似你平时煲完水放在这里的冻滚水 我们叫冻滚水 或者是否叫白开水 书面语我们会叫白开水 我们广东话是叫冻滚水 28度是室温 四款不同选择 另外右手边这里 它会有四款不同的尺寸 是否叫尺寸 即是你想加多少 譬如我拿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又是这个櫃 用什么杯 用大一点的杯 用大一点的杯 譬如一个普通的杯 它应该可以放到210ml 这个210ml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在这里按了 你要按下多少水 譬如210ml 你按一下它就会出水了 平时我现在喝水 我基本上都没有煲的了 我是直接用它 倒入水箱 等它这个测液过滤 我就直接按出来喝的 210ml大概就是这个杯 这个杯的尺寸 类似的 如果平时我开直播 用这些水箱的话 大概500ml 500ml可以放到四分三支 四分三支 当然 正常的水机不会就这样按水 那么简单 譬如它有些比较热的 譬如泡茶 和开水 你看到它有一个铜锁 就是它有一个 Trow Lock 譬如你按了很热的水 你就这样按 它是不出水的 你一定要在这里解锁 它才会出到热的水 这个就适用于99度的热水 和85度的泡茶的水 另外它泡奶和常温 就不需要开放的 当然它也会有些叫做 你可以设置一些不同的Memory 它有M字 中文叫自定2 就是说你可以设置不同的Memory 你一选择了Memory 譬如你按Memory1 是一个常温的水 放300ml 你用Memory1 它就会自动跟着这个Memory 就会出水 就非常方便 有时候譬如你是冲奶 或者是冲茶 你就可以设置这些不同的Memory 它叫做记忆模式 记忆模式 有得设置 我平时就没有设置 很简单 整天都是上温 接着就按水 如果你说不是 我不知道这杯子 究竟是可以放到多少 100、200、300ml 可不可以我按完它 自己关掉它 可以的 它可以长按三秒 持续出水 例如我按1、2、3 就放手 它就是 它这里没有写多少 它就会不停地出水 直至到 你按键它为止 按着1、2、3 它会出水 你不按它 它就不会关掉 按键它 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 这部机器我觉得是多方便 多快捷 那这部机器在哪里买的呢 这部机器在淘宝买的 淘宝买的 它在淘宝买的价钱 我不是太记得 让我找一找 好 淘宝 没错 手机淘宝 那这部 我当时买的是人民币 1699 它有做特价 它正价2299 看看它现在还有没有 它现在还有这个价钱 前一小时到手价1699 对 但是它就不送来马来西亚 这部机器我是习运一次 一乐科送过来 除了菲利普这部机器之外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不同品牌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马来西亚这部 它多数都是用那几个 落来去的那几个品牌的 一些所谓的饮水机 我想它的功能都是类似 不过那些它是 搏着一条水喉 就 在北京的饮水机就出来 这个就是 它就是倒水进去 价钱上 我觉得它还可以 我用了它几个月 暂时还未食物中毒 未死得 所以它都安全可靠 我相信 好 这两部咖啡机和饮水机 都是我厨房的孖宝 基本上我经常都会用 特别是饮水机 经常用到 咖啡机 我都久不久 一个星期间都会用几次去沖咖啡 所以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究竟你喜欢这些全自动式 还是半自动式的咖啡机 又或者是这些 滤水器 水机 你想铺着水喉进去 直接按 就可以喝 还是 我这些我就不用 一定要铺着水喉 我想倒水进去 我想用就用 因为有时你家 即使你在马来西亚 你的厨房很大也好 你有时未必突然想到 遇到一个位置去放水机的时候 这些就会变得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我就正正是遇着这个问题 想铺着一个喉 去放一个水滤水滤水的时候 我发觉当初弄漏了 就变成了不可以 整一个水机放在一个星盘旁边 就要找其他办法 去怎样可以用到一个 雷水器的水机 又可以 而游戏放在一起 唯有找到这一款 我认为可以叫做 独立式的 净水滤水机 所以我觉得 有这些产品 大家可以找一找 今天这条影片 又是时候到这么多了 介绍一下家里的家电 会继续交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介绍一下焗爐 焗爐 焗爐在这里 焗爐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 MIRROR的蒸炉 MIRROR的蒸炉 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我这些家里的东西 是 怎样用的话 有什么特别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大家记得 赞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 和频道 下次我们继续介绍一些 我家里的东西给大家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